一化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古人有言,六十而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于举,要想内心变得像泉水一般清澈,那么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学会舍得舍清那些不必要的事物,而去选择那些有价值的事物,那么你就能感受到,这真实且自在的人生到底要舍弃什么呢? 其实,当人到了六十岁之后,就别再做这八件事了,这会影响你的晚年生活质量,一,做人不要过分心软,现实生活中,有些人喜欢充当老好人,无论别人提出什么要求,都不忍心拒绝,这种做法,不仅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,还会让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得寸进尺, 但是,邻居老张,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,老张退休后,一直很热心的,帮助周围的邻居,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,然而,他的好心肠,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,一天,他发现自己的加倍到了,丢失了一些贵重物品,警方调查后发现, 这起案件的作案者,竟然是他家附近的一个无业青年,令人惊讶的是,这个青年曾经多次到老张家借钱,求助,老张都毫不犹豫地,满足了他的要求,正是由于老张的好欺负,让他成为了这次盗窃的目标,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,我们不能做老好人,要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,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安全,尤其到了晚年, 我们更要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家庭,不要因为心软,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一个人,可以对某些人心软,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心软,但却不能对谁都心软,因为对谁都心软,这就不是善意了,而是自讨苦吃,要知道,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,这,就是生活中的现实, 二,做人别一厢情愿,不管人到了多少岁,其实在人天性之中,都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,过分一厢情愿,就像面对你的亲戚,无论他们对你怎样,你都会一厢情愿地对他们好,可是,最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,不过是别人的欺负和背叛罢了, 一厢情愿,看起来给人一种重感情的感觉,实际上,只会让人得寸进尺,甚至不领你的情, 三,别太沉迷社交,相识满天下,知心能挤人,我们在生活中,会遇到无数的人, 但真正能够深入了解,并互相信任的人,却是难得的,结交朋友是人生旅程中的一部分,我们无法避免与各种人打交道, 坦白说,真正能够深入了解,并相互信任的人却不多,有些人,我们可能只会在短暂的时间里,与他们交往,有些人则可能只是表面上的交情, 而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和情感连接,在晚年时,我们更加需要慎重地选择朋友, 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的积累,对人对视的看法和态度,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,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被一些不良人际关系所困扰,珍惜那些真正的朋友, 四,别不留于钱,存钱这件事,不管人处在哪个年龄阶段,其实都是适用的, 因为人知钱财,就是人知底气,尤其是人退休之后,要向孩子更为尊重自己,要向生活更为自由一些, 其实就得有一定的余钱,而如果人没有余钱,没有存款,也许人就会活在忐忑之中, 要是再出现什么病痛,去一趟医院,便会发现,钱在医院流逝得很快,看病,买药,都需要钱, 如果手里没有钱,有了小病小痛,也不敢去医院,害怕看病,会消耗太多的钱, 只能在病痛中忍受着,以为,只要自己忍一忍,就过去了, 却不曾想到,小病拖成了大病,身体的健康被消耗,一切都没有了意义, 人活着很贵,多给自己攒点钱,将来病了,痛了,能及时医治,身体好了, 才有机会去体验这世间更多的美好,人生一辈子,真正可以依靠的人, 是自己,人在年轻的时候,就要多为自己做打算,多给自己存点钱, 就是给自己的晚年铺路,不要等到自己老了,再感叹自己手里没钱,生活太凄苦, 五,别不重视身体的健康,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, 这个道理深刻的,揭示了健康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, 在晚年生活中,健康更是基石中的基石,只有拥有良好的身体健康, 我们才能真正地享受生活,品味人生,养生的重要性不容忽视, 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锻炼和饮食上的调节, 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照顾,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,保证足够的睡眠和休息, 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,进行自我修复和调整, 更为重要的是,你应该在晚年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心态, 尽管生活中有各种不如意, 但只要我们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,就能在面对困难时更有力量, 有道是,黄金不足贵,健康值万金,与钱财相比, 其实人质健康,那是最为宝贵的,因为钱能赚无数次, 而我们的健康和生命只有一次, 有些时候,一旦人的健康出现了问题, 有可能人所要花费的医药费,要比赚的钱还要多, 人到六十,多重视身体的健康情况, 这既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对家庭负责, 六,别对家人发脾气,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有一种情况,那是要避免的, 那就是,随便对自己的家人发脾气, 有些老人,他们倚仗着自己的地位和身份, 就对子孙后背指指点点,过分搅揉造作, 这是不可取代,因为人所发出来的脾气, 终究会对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, 更会让家庭内部出现矛盾, 如此,要想生活过得更为幸福一些, 不妨少发脾气,多体谅家人,多理解家人, 相信你的家庭会更为和谐, 七,别过分担忧后背, 曾广闲闻,有言,儿孙自有儿孙福, 莫为儿孙做马牛,我们的儿孙, 终究会有他们自己的福气, 因为他们的人生,那是难测的, 也是渲满多彩的,不管他们遇到了什么情况, 哪管你想要亲力帮助,也是于事无补的, 在这种情况下,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, 别过分干预,也许他们会活得更为自由, 更为出色,人老了,像儿孙姬夫, 留在多的钱,都不如做好这几件事情, 一,勤俭生活,才是持家之道, 很多老人,觉得自己赚很多的钱, 能够让儿孙们衣食无忧, 就是为儿孙们祭福了, 殊不知,成家立业不易,赚钱不易, 但是败家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, 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守财, 懂得什么钱该花, 什么钱不该花, 钱要花在刀刃上, 而不是花在涉密的生活中, 作为老人, 以自身为表率, 要从小教导自己的儿孙, 勤俭持家, 生活是自己的, 日子也是自己的, 日子是细水长流的时光, 我们永远不知道, 人生道路上会有多少坎坷, 这个世界上遇事, 唯一能够度你的只有自己, 贪钱很俗气, 但恰恰是这个俗气的东西, 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底气, 勤俭生活, 才是持家之道, 人老了就会明白, 留在多的钱, 也不如给儿孙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, 二, 以德福人, 做人公平公正, 一个家庭就好比是一棵大树, 儿孙就是枝叶, 老人就是树的根, 对于大树而言, 只有根部发达了, 枝叶才能够繁茂, 老人在一个家庭中, 起着重要的作用, 关乎着儿孙后代的发展, 作为老人, 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地位, 重要的是要做到儿孙们都信服, 作为老人, 不是以岁数大征服人心, 而是要以德福人, 做人公平公正, 只有这样, 才能够得到儿孙们的信赖, 很多时候, 一个家庭的决裂, 并不是因为穷, 也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感情不深厚, 很多程度, 是因为老人的偏心, 老人的偏心, 最后导致儿孙之间反目成仇, 一个家往往就这么散了, 一家人越走越远, 亲情也就淡了, 作为老人, 以德福人, 做到公平公正, 让一家人凝成一股绳, 日子才能够越过越好, 老人的眼界和格局大了, 懂得如何维护家庭的安宁, 才是儿孙们最大的福气, 老人, 不管是在日常的相处, 还是钱财的分配问题上, 都要秉承公平公正的态度, 以德福人, 做到不偏袒, 不维护, 有时请大家一起商量, 集思广义, 三, 言语温和, 暖的是一家人的心, 俗话说得好良言一句, 三冬暖, 恶语伤人六月寒, 说话是一门学问, 也是一门艺术, 我们用三年学会说话, 却用一生学会闭嘴, 可见说话的重要性, 作为老人, 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大, 很多话语, 在儿孙面前张口就来, 丝毫不顾忌对方的感受, 久而久之, 彼此之间就会越走越远, 人都是有思维有感受的, 温暖的言语, 会让人产生力量, 更会温暖一个人的心, 人心一旦亮了, 想在温暖就会很难, 人老了就会明白很多道理, 也会看透很多现实, 人要有长远的眼光, 不光是为了自己日子过好, 更重要的是, 儿孙后代, 一个家族的兴旺, 八, 别过分在乎亲戚, 人老了, 可能就会更为在乎, 亲戚之间的感情, 因为人的骨子里, 就有念旧这种情况的存在, 人可以念旧, 可却不能过分念旧, 因为过分念旧的背后, 就是人感性不理智的体现, 而要是一个人过分感性, 那么他将会做出许多, 有损自身利益, 或者说被人套路的事情, 要知道, 是亲不是亲, 非亲却是亲, 有可能那个你所重视的亲戚, 他们正想着算计你, 正见不得你过得好, 早年不谋求安身立命, 晚年则只能空悲伤, 人生犹如白居过隙, 瞬息万变, 我们应当是个真事, 这段宝贵的时光, 用心去把握每一个, 可以成长和发展的机会, 我们的青春年华, 犹如一幅尚未完成的画卷, 需要我们用勤奋, 汗水和智慧去描绘, 在这短暂而又宝贵的人生旅程中, 我们应该积极储备能量, 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, 年轻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, 锻炼和修身养性等方式来积累人生经验和资源, 当我们步入晚年时, 那些年轻时积累的能量, 将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, 无论是丰富的知识, 健康的身体还是良好的品格, 都将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实, 更加有品质地享受晚年生活, 我们可以用这些能量去探索更多的兴趣爱好, 去结交更多的朋友, 去实现更多的梦想, 所以说, 人到六世, 要想活得出彩, 不妨停止做这八件事, 因为这八件事, 终究会影响你的晚年生活质量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在这里, 你永远不会孤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